0650被打敗 定期定人人氣王 竟是他 誰是最佳高股息ETF 定期定人是真的能賺錢的 可是每次在下跌的時候 都會開始放棄 你降低成本的機會 喪失了 得明星者得天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 到底哪一檔高股息ETF 最得明星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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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指責郭忠 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客 0050被打敗 定期定人人氣王竟是他 誰 0056 00878 00929 00919 誰是最佳高股息ETF 為什麼被打敗 聽說 定期定額以前是0050最有名 對啊 可是現在0050 大家覺得技巧不行了 為什麼不行 當然請教三位 不行 還是行 還是最行的 分析師 行 行 一定行 一定行 好不好 第一位 何基鼎分析師 好 我覺得 一定頂 一定基 沒站起來講 我覺得定期定額 現在真的是來到了關鍵 因為我看過是很多的投資人 明明定期定額是真的能賺錢的 可是每次在下跌的時候 都會開始放棄 你知道嗎 因為每次下跌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跌的那麼深 到底要不要定扣 那結果你不定扣之後 你會發現 你降低成本的機會 喪失了 現在這幾天 甚至是有機會 可以擔比進場去壓 所以要壓什麼呢 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完就知道了 現在節目一定要看完喔 壓什麼呢 壓什麼呢 我又要壓身家呢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 經理老師的 小肚 GD1788 或者手機拿直的時候 點標題 標題 好 這集的標題是什麼 隨便點 好 點完以後就有連結啦 連結就出來 連結出來就直接點 就可以加Line啦 是的 好不好 第二位 也是帥哥等級的 行不行 你問他為什麼要行不行 行不行 難道我說不行嗎 行 一定行 陳敬妍老師你好 哈囉 大家好 這個節目的內容 我看到標題就期待了 因為我0056 我老婆的私房錢都在裡面 他說未來 我退休之後 便當錢靠0056 我賺了錢全部給他蓋花園跟別墅 0056蓋別墅喔 0056只是他的便當錢 賺到了錢蓋別墅 蓋別墅 很聰明的說法 我懂你的意思 是我老婆很聰明 他很聰明喔 那個 找你這個金閨序 新婚就是這樣啊 錢都給他 講不到幾句話 就是講老婆好 哪裡你知道 怎樣的規劃 像我們呢 就沒有這樣 我告訴你 我連睡覺的時候 連小拇指碰在一起都睡不著 啊 觸電的感覺 小拇指都不能碰在一起 啊太煩了 我們需要個人的空間 是不是啊 你們有那麼需要 你都不會擔心他是不是 蛤 不是差點 你們已經變朋友了 差點 差點就在那個床 床的中間 白碗水你知道嗎 然後切半邊這樣子 那個KING SIZE的船喔 要有距離啊 對啊 要有一點距離 你要人跟人 就算是再怎麼親密 坦白說 也要一點私人的空間嘛 已經開始化儲和漢戒了對不對 白碗水啦 白碗水 翻倒了怎麼辦 翻倒了就說 齁 你翻倒了 你幹嘛翻倒 你不可以這麼過來 感覺他 超強性 感覺他 以前是怨偶耶 你們覺得怨偶嗎 真的是怨偶耶 對啊 何苦來摘呢 何苦來摘 當初我也是像他這樣啊 那我也不相信我會變成這樣啊 好好好 沒有我絕對不會變成這樣 幾年世界 我以前也不相信啊 幾年了 幾年了 大概十三年吧 十三年喔 十三年 他已經養兩次了 快要養第二次了 七七七二十四 對對對好不好 對啊 啊 金老師在第一次而已 你先養過一次再說 等你十三年了以後再來跟我說 等你在絕情谷底下 揍住了十八年 十三年是結婚 還是在一起 哇 在一起的話 可能 有 有真的在絕情谷底下 十八年的走囉 哎呀 哇 好久喔 好不好 哦 真是 不知道是常不忍睹的回憶 還是說 開玩笑的 還在進行事啦 小組 J178啦 啊沒有 這個都是純屬的開玩笑 開玩笑啦 兩個都是好人 第三位 主要怎麼一樣 我不論是現在的 冷漠還是熱情 絕對不要想到 前女友的陳偉大老師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得明星者得天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 到底哪一檔高股息ETF 最得明星 好 老師你好 好 我講那麼多 老師完全不理我的東西 對 他只愛護人民 剛剛我只想到 沒有得到的最美好 對沒有得到的最美好 老師請 老師你這種能嗎 以前我也算是這種能 現在比較 你就問我 對 沒有得到的最好的 不是沒有得到 就是 有時候譬如說 有時候 想像 想像的時候 譬如說我是屬於那種 譬如說 以前比較年紀輕的時候 有聯誼的時候對不對 旁邊坐著 跟對面看的 會比較想要看對面的 可換個位置我坐以後 你發現 還是對面的比較好看 是那一種的 你懂為什麼 我懂 就是沒有得到最好的 就沒有得到是最好的 很奇怪 那這次要記 然後發現原來 那個那種感覺是有距離的時候 得不到是最好的 那個不是真的想得到 對啊 我說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對啊 我就說 所以你是這種人嗎 得不到最好 台積電的湯啊 在我肚子裡了 我覺得珍惜眼前最好 這個才答案 所以 但你瞭解到 換個人對面的 做你旁邊的 你發現做你對面的 比較好 再換個座位以後發現 還對面比較好 那就知道 那不是 那只是因為 個性的問題 天性的問題 得不到最好 所以珍惜眼前 活在當下 所以現在活在當下 為什麼 0050被打扮怎麼辦 怎麼樣活在當下 那你賺更多錢 你看我把他拗回來 不錯吧 我們來看一下 你今天啟發了我 為什麼 原來 為什麼 當時在玩團康 所以要常常換位置 哦 是哦 我已經 我已經拗回來了 你又讓我回到過去 原來是因為要這樣看對面的人 他已經拗回來了 你還要講 他拗回來 趕快 050 我理事不爽哦 對面的比較好看 然後再 不醉不醉 怎麼是我朋友旁邊的比較好看 不對 這換過來做完 怎麼還是怎麼這麼乾的旁邊 那個跑到對面去變好看了 好來看ETF吧 好像看是不是 拗回來 你還要拗回去 是不是有點尷尬了 難怪有一首歌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不夠了 來 來看下ETF 那我也要回去了吧 看ETF 他破音了 他知道我往生氣 看他ETF OK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說得明星者得天下 這邊幫大家做了一個統計 小吃竹最愛的高股息 在定期定額的人數下面 擠下0050 好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是目前排名前10名的ETF 好 特別觀察到就是 在這前10名當中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元大高股息 國泰永續高股息 元大台灣50 富邦台灣50 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群運台灣精選高息 富華台灣科技游息 富邦公司治理 元大台灣ESG永續 國泰台灣5G plus 好 我先請問各位 剛剛我唸的這10檔ETF當中 到底有幾檔是高股息ETF 答案是五檔 五檔 五檔 五檔所中 五檔所中 OK好 所以在看到 現在有人在唱國歌嗎 沒有了吧 有吧 1月1號有吧 1月1號的時候 好 亂講 還有10月10號 對 對 好 好 那在剛剛這10名當中 就有五檔 是屬於高股息 那是大家都喜歡高股息啊 對 前兩名都是定時定額 都是 都是005600878 尤其這個前兩名是元大高股息 然後呢 國泰永續高股息 這個講就是 12月份交易戶數 定期定額就最多的 老師是交易戶數 還是定期定額戶數 應該是定期定額戶數吧 老師 定期定額就這麼多 很多耶 真的 前兩檔就加40萬耶 老師 對啊 對啊 然後第三名是0050 然後第四名是006208 所以剛剛在那個前10名當中啊 就兩檔這個所謂的市值型ETF 但是 其他的都是屬於高股息ETF 其多 對 好 這個前四大 其實小資族我會建議 006208定期定額更好 當然為什麼好不好 定期定額比較好 當然老師我們再一起說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再來看第二欄位 再讓我看下一張 好 月變動的戶數 這個也非常有故事 為什麼 你看喔 在12月份 當月份 月變動戶數最多的是哪一個 13844的 群役台灣精選高型 因為他要發鼓勵啊 哎 對 而且一發那個年化報酬率 換上而言大概快10%啊 是 給他鼓勵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貿勵鼓勵鼓勵 為什麼 這個只要哪邊有鼓勵 就哪邊發 發完鼓勵 沒關係 繳一點點稅沒關係 至少我有拿到錢了 對 再去繳下一次的鼓勵 再去買下一次 下一個什麼時候發鼓勵的高股息 對 好 然後呢 再來其實 原大高股息是增加第二名 那增加了8531戶 然後第三名是6000多的 就是00929最近很紅的 富華台灣科技優勢 增加了6000多 然後再來原大台灣高息第一波 是只有台灣50在下滑 對 跟台灣5G而已啊 前三名只有他在下滑 只有台灣50 0050是下滑的 那跟他同質性比較高的 定時低額的戶數下滑 對 跟他同質性最高的006208 甚至都還怎麼樣 有增加1696 到底原因在哪邊 我們看下一張 來看下一張 為什麼0050他會跌落神坦 就是剛剛提到的 為什麼他在整個這個 所謂的小資族定期定額的一個戶數 比不上人家了呢 我們來比一下看 0050跟006208他們的比較 首先就規模來講 當然是不用說一定是0050會勝 因為他這個 掛牌的時間是比較早的 OK 那麼收盤價的部分呢 基本上也是有所差異 一個是127 一個是74.7 但是他們追蹤的指數是一樣的 上次期間一個早一個晚 好 重點是這個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2023年就是去年以來 韓息的總報酬率 0050他的報酬率是23.32% 但是006208是23.7 小勝顯勝 為什麼會差這樣子呢 明明都是追蹤同樣的一個指數 但為什麼他報酬率就是有差呢 答案就在下面這個地方 是 0050的總管理費是0.43% 但是006208 差很多欸 0019差很多欸 差不多一半而已欸 差不多一半欸 對 0050 傻了才買 這好像罵自己 哈哈哈哈 他是 不是啊 比較大 資金比較大的 你買0050你比較有進出啦 可是 可是006208小資主你就買 你有時候只是買個幾萬塊的 對 你買一筆大的 但是現在006208的市值也變大了 對 這個有好壞 對 所以短線上來講可能好像差不多 可是如果說你買來 然後做長期的一個投資 或者定期定額的話 欸搞不好 因為管理費的差距 時間拉長重 他的總報酬率就可能會有差距 是0.19%也是不少欸 你10年也是1.9% 你不要以為不少錢1.9也差很多 對啊 富翁其實長期下來很恐怖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最近0050比較 不得迷心的原因 好 因為大家越來越知道 0050喔 賺很大 然後都不調降管理費 沒關係我們就一直丟他 好不好 那時候一直丟左手 換右手 平准金啊 所以儘管我也出面嘛 對不對 我們福利社就是為民著想 為股民著想 好不好 我們也沒業配啊 是不是 只有說欸 看你們要抖內我們沒關係啊 所以我們都沒業配 沒什麼特別收入來源 就是為什麼 為大家著想 來 要不要抖內隨便你們啊 要不要抖內隨便你們 我們繼續看 所以想是0050跟006208 你比較喜歡誰 當然是006208 不考慮規模 因為關手續費就差很多嘛 對啊 0050是比較好記啦 你下單的時候比較好記 按0050不會錯啦 收嫌的時候不會錯啦 好 剛剛講到這個報酬率對不對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0050跟其他四大高股息 ETF的一個報酬率的比較 那麼這報酬率比較時間呢 是從2023年的6月9日開始 也就是00929它上市的一個期間 OK 那麼這五港ETF裡面呢 在 3月2023年6月9日之後 發現到 韓息總報酬第一名是00929 它總共是25.02% 然後其實是0056哦 還有21.78% 再來00919 19.69% 還有00878 15.51% 但是元大台灣50 0050 卻只有5.31% 好 我們要看一下下面這個 這個所謂的折線圖 那0050就是這個紅色這條 所以可以發現到 在今年呢 它的整個的一個 績效的表現上 算大一點 0050這顏色來 對 在這個地方 對 它是這個紅色的 深紅色的 OK 那它的績效表現呢 一直到2023年的11月份開始 才往上去做個走高 可是呢 在其他四檔高股息ETF的部分 則是 從3月份開始 4月5月6月7月8月 一直往上走 都一直持續往上叫做走高的 因為它有一些AI電子股對不對 對 對啦 它在今年其實 你看去年幾下差這麼多 對 去年啊 去年差很多 對 也就是因為他們手中有 蠻多的一個高股 這個所謂的AI NB相關的個股 所以導致他們在 2023年的績效特別特別的好 005年最差 這個什麼最好 我們看一下 這什麼顏色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他的成分股很標 可是我覺得也是一個正面的循環 為什麼 因為他高股息很多人規模變大 規模變大 他就一直拱他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正向循環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這個叫做標準差 怪力過大 標準差過大的時候 有時候要注意一下 今年績效 有沒有可能就會變成差 這是很有可能 你看他下來的時候 就比較快一點點 好的 好 所以台灣50績效 就是比高股息 ETF的績效差 對 至少去年而已 去年不要只看那麼久 不要只看一下 只要看久一點點 那為什麼 老師你現在講重點 可是今年高股息 ETF 可能 績效不會那麼好 應該說股力不會那麼好 對 因為 因為去年 有一些原因 導致高股息ETF的報酬率特別好 包括像是 他們手中有非常多的 剛好有非常多的NB相關個股 NB個股 在去年搭上AI的順風車 所以大漲特漲 還有一些高股息ETF 它又有所謂 評準金的一個加持跟使用 所以導致他們的配息數字相對比較漂亮 但是 就像剛剛哲哲所提到的 這個評準金相關的議題 後來金管會也非常非常的關注 所以在這個今年 金管會針對這個評準金 有了一些新的規定 首先第一個 就是呢 殖利率呢 這個ETF的殖利率也不應該超過 追蹤指數的參考值殖利率 OK 再來就是 配息率一定要低於參考值 殖利率的一段 還有它一段時間的晉升購 達一定比例 有稀釋的配息的可能 才能夠動用評準金 好 講這些我怕大家聽不懂 看一下就好了 反正就是說它設定一定上限 對 比如說你追蹤的指數 這些加權起來 可能殖利率只有5% 你不能比5%還高啊 對 老師沒錯你股率不能比5%還高 對 沒錯 那台灣的一般的殖利率 大概還3-4%而已嘛 對不對 平均殖利率嘛 是 好因為股市現在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老師 所以這樣講好了 像00929動作就是快9% 4%的一個 年化暴投率 以後有辦法那麼多嗎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 尤其是當 碰到這種所謂的一個 股息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枯水期 股息枯水期的時候 它是不是能夠依然配出這麼多 這個就非常值得大家去做關注 而且老師現在有這個限定嘛 對 比如說我現在可能這些 追蹤指數 它可能平均殖利率只有5% 你怎麼可能發10% 所以這邊的落差就會造成 以後應該是 現金殖利率會下滑 對不對 老師去講一下 好 那現金殖利率下滑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重點是 它有可能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怎麼說呢 當我們高股息 ETF它減少配息之後呢 就可能面臨到 就是大量的輸回賣壓 就是我本來預期它年化報酬率 有8% 9% 10%的 可能 2020年沒有這麼高了 那我這個資金是不是要 有些就足水草足鼓力而居 對 它就要去換到別的 別的這種所謂的一個 ETF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面臨到 經理人就會面臨到 就是一個 必須要賣股的一個要求 那我股票往下賣的時候呢 這成分股下跌 就會影響到 這個ETF的一個禁止 那這時候呢 禁止往下掉 那又更引發 另外一波 投資人的一個賣壓 又浮回賣壓 那除非賣壓開始要賣股票 有沒有可能這個循環 就是必須要去做 留意更擔心的 注意不要說一定位 我們講比較誇張一點 可是不會到 非常非常世界末日 應該不太會 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老師來 好 那所以呢 剛剛我們所提到 那四大高股息ETF 到底該選誰 那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首先 2023年這四檔 高股息ETF的配息 分別是2.2 1.24 0.66 跟1.63 但是重點是在 它的可分配收益的部分 0056 它的可分配收益是 4.93元 我記得在前幾次的節目當中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它最高的 對 然後其次呢 就是00919 它可分配收益是1.76 那麼現在大家 也是蠻熱門的 0087 8 跟009 他們可分配收益 大概都只有0.7左右 一個0.71 一個0.69 是 所以換算他們可以 假設用同樣的這個 所謂鼓勵的水準去換算的話 可以發放的 年份 0056 還有2.23年 4.93除以2.2 所以2023年的鼓勵 可以再發兩年 兩年不愁吃穿 等於說0056是最好的 目前來看 而且是金管管理新規定 因為你那時候 你平准金不能隨便亂發 對 那0056 是去年開始的 所以它其實也不提播 也不多的平准金 它是真的 資產雄厚 是 還很容易 那個敗家也可以敗個好幾年 好不好 發個鼓勵好幾年 你要站成這樣 沒用錯老師 好 那第二個就00919 它還尚可發放0.81年 但是呢 像00878 和00929 就數字來看 那就的確相對比較少了 所以我覺得 這邊特別給它 就是這個紅綠燈 0056 它現在是給它紅燈 就是屬於 高股息ETF的安全名單 那麼00919 是群立台灣精準高期 給它一個黃燈 還是要持續做觀察 但是在 00878 跟00929 那這部分可能就要 特別去做關注了 特別做關注了 所以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想法 來我們來看 結論呢老師 好 我們剛剛一開始呢 在上半段 就幫大家去做個分享 就是為什麼0050 Coco你們是有問題嗎 會被打敗 我有問題 他一副要舉不舉的 我腦子都問 要舉不舉的 坐這個位置 怎麼會這樣咧 累啊 你講的哏一點都不好笑 因為今天不是陳彥老師 好啦好啦認真一點 他說你不是陳彥老師 他就講 在你面前講別的男人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 可以喔 他也不是我的女人 他也不是我的女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都坐老師的旁邊 真的 因為不是對面的啊 對面的最好 現在坐對面的 趕快 老師如果說我發現那個 投信已經開始在賣股了 那這個時候 我是不是就要擔心 如果說我是持有他個股的人 你說到時候 老師剛才講一個 循環的一個賣壓嘛 是不是 我覺得他這個大哉問 問得不好 難怪他不想問 要問不問的 要問怎麼賣 賣哪些 賣哪些 我覺得你不如看他的鏡子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變少 或者是看他規模有沒有減少 老師我才覺得 其實投信在賣 當然有些主動基金會賣嘛 主動投信會賣 然後 但是如果說不是這種所謂的EDF 他被大量的贖回 所造成賣壓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不用太擔心 所以老師跟我想法一樣 除非是說大量的贖回 你規模變少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929 我覺得他漲那麼快 會不會規模變小呢 因為去年計價實在太驚人了 好 然後繼續講老師要結論呢 好 來 我們剛剛從這個折線圖當中可以發現到 在2023年6月份之後的前半段 基本上 0050都沒什麼動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一檔股票沒什麼動 就是台積電 因為0050呢 他成分股裡面有46.38% 都是台積電 所以只要台積電不動 他就不會動 對 你買他就等於買一半的台積電 100萬裡面有46萬是買台積電的 對 OK 那當然 而且他手續費偏高 手續費偏高 很多那我轉到 就像我這樣講講 只講到道理 那以後要買0050 就直接定時定個00608就好 你去做 對 OK 所以同樣在追蹤同樣指數的這個00608 因為他手續費比較便宜 所以 時間拉長來看 他的報酬率就會優於0050 我在此良心的講 如果你是要定期定額買00608會比較好 而且入手價也比較便宜 對啊 0.19 但定期定額沒差 就除以 就看股數而已 這重點是 就股數的多跟少 因為價格出漲 有差啊 有差啊 感覺是不是 因為你同樣是定期定額5000塊 你買到的份量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 可是5000塊喔 假設是5000 可是那個小數點差不多吧 對啊 好啦 我懂啦 你現在也可以到零股咧 是啊 但還是有差啊 我們小吃族嘛 你講這個差差不多幾十塊了老師 我們小吃族就是有差啊 不是你是小吃族嗎 20塊錢可以買唇枝草呢 嗯 欸 說的對 老師可是你這個邏輯不對 9塊錢可以買草葉蛋嗎 他只是5000塊除以股價 變股數而已啊 對啊 對啊 所以沒有差啊 你的股價一個高一個低 當然出出來的股數就有差嗎 對啊 可是 還都是5000塊啊 好 我們看一下 可是我這樣你的意思 有時候會除不進 會除不進 可是除不進人家差一二十塊 好 那到底誰是最佳的 重點是手續費偏高 對啦 上線來看他就會有影響 對 好 那到底誰是最佳高股息 或者最得民心的高股息 ETF呢 如果說從可分配收益來看 0056他可分配收益是最高的 OK 所以他應該是在市場當中 算是表現最優的 所以老師你覺得以後定期第二之王 可能是0056 至少這一年就是了 所以恭喜演員老師 的老婆 的老婆 恭喜你老婆 所以他便當可能從排骨便當升級到雞腿便當 是的 或者是雙拼 雙拼雙主菜 雙拼雙主菜 也不錯齁 所以這假如肚子好餓 我又蓋了花園 蓋了便宿都是我老婆的 你還可以去花園那邊挖牙挖牙挖牙挖 這好像 恭喜 敬遠老師的老婆 0056有機會贏 你看一下 00878阿根 好 00878阿根 因為他可分配收益偏低 所以說 如果說 今年 這個 這個配協狀況 就可能面臨到股力縮水的一個窘境 因為盡管會新制推出後怎麼樣 會留意 對高股息ETF的影響 對 那只有老牌的0056 他平准金的比例沒那麼重 是 因為他是要管制平准金 尤其那極速規模增加的那些可能以後 股力會受限 沒錯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結論 所以看起來0056真的 有可能今年還是定期定額的人氣王 0056告訴你答案 你覺得很精彩 有 這真的很精彩 節目真的好精彩 需要好東西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二週晚間8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244教學影片 謝謝老師康 謝謝光明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物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說聲聲 賣個套 賣個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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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二月一週刊到五下千 到 開始搭 好 哇 這水花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你 沒有 我 我 看過 我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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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吧 右邊是水 賣酒奔 佔著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欺 瘋狂股市福利社 底線告訴你 這要找到很難的對不對 最最高 超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服務 你自己滿意見 二次交給你見 好啊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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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